今天我要以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的身份 宣布即日起解除苗栗台中北藏化的红灯分区供水措施 我们现在的水情已经足以供应我们的用水到7月底以前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解除这样严格的措施 今天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这个周末的彩云台风以及梅雨封面的降雨 已经进一步舒缓我们的水情 所以今天我要以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的身份 宣布即日起解除苗栗台中北藏化的红灯分区供水措施 辛苦大家了 最近我们的降雨都有超过100毫米以上 再加上我们之前的抗旱措施 包括新增的地下水、工地水、浮流水等等 按照我们水利署的计算 我们现在的水情已经足以供应我们的用水到7月底以前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解除这样严格的措施 其他的细节我会在星期一的 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会议跟各个相关的单位以及各地方政府做详细的讨论跟说明 最后要非常感谢全国人民这段时间以来的体谅跟配合 面对未来这样的气候变迁来得又急又快 我们会记取这一次的应变的经验加大加快我们的措施来建构未来更稳定的供水系统 谢谢大家 另外也要谢谢这两天来大家的关心 我的健康情形良好 快筛跟PCR检测都是阴性的 我会按照防疫单位的指引居家隔离 但是同一时间我也会用视讯跟我的同仁召开各项的会议 目前有非常多的防疫措施、纾困措施 还有各项的经济议题 我们都会持续运作、继续推动 谢谢大家的关心